香港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兔 跟真正的文革一樣 很多所謂前朝的孤神業子等等 都是為了自保顯示得十分積極 因為他們本身缺乏了那種紅右專訓練 說出來的說話或寫出來的文字 很明顯是有一種生硬堆砌過猶不及的感覺 每逢在這個時代我們看到這些文字 都是很有喜劇的效果 現在習近平主席說中國的戰狼外交好像不太行 要改變這個可愛的戰狼 我們看到這些前朝的官員 即現在還在位上的人 他們的表現也十分可愛 可能這也是呼應國家主席的號召 我們可以在新的時代如何學習這種語言 香港自古以來我們都沒有人是這樣寫的 一向都是很典雅 無論是中英文都是elegance的 就算是廣東話的粗口也好 也是很有一種神韻 至少你知道是說人話 但現在最新的文化 這個很厲害了 你看到完全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但是你又可以得到幾萬字幾千字 這種是很奇怪的功力 相信在未來的香港的教育制度 都很想香港人去學習這一套的特色 有一種文化 我們希望可以怎樣學習 現在要掛民教育 我們可以看看一篇的泛文 話說在612的兩周年 正常的香港人都不會忘記 但是當然其他的朋友都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所以中原版當日 就舉辦了一個叫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 這個論壇去贈慶 鄭市長以下的全體官員 自然都要很開心地出席 也要發表感想 大家也要被感動 既然市長也要這麼感動 其他的司長、局長 全部都不可能不感動 例如我們的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先生 就在他的網誌上 其實我不知道他明明什麼叫網誌 好像有人敢寫blog 但Anyway 那個也是叫網誌 發表了他個人的學習心得 這篇文章 這個題目叫做 我真的要提出 國家百年大飛躍 找機遇賣向前培養質素 新一代 文化好像很奇怪 不要緊 家長、學生齊接種 好像沒有壓運 但也不要緊 這就是他的網誌的題目 為什麼這篇文章 值得我們很虛心地學習呢 我們只看第一段 就已經知道 是充滿個人和國家的智慧 為什麼這麼說呢 頭一段大概只有350個字 在這短短350個字裡 張師長前後提出了九次中國共產黨 大約三十個字左右 就有一次中國共產黨 另外這350個字裡 他另外提出國家、祖國、人民、中華民族、中央等等 亦有十一次之多 這已經是未數另外還有三次的一國兩制 換言之這350個字裡 中國共產黨有九次 然後國家、中國人民那些也有十一次 起碼出現了二十次 這樣的字眼 這樣的頻率 對砌了一篇文章 究竟可以說到什麼內容呢 但是他連剩下的字眼 都可以繼續用來表忠 我們看到了 司長應該大致大悟 他身為港英培訓的公務員 又是天主教徒 現在得到黨和國家的再教育 和全國各自人民的寬說 我們看到他這篇文章 是一個很成功的範例 證明他被改造得非常成功 我們可以想像 如果當年他拿著這份 AO 但他好像不是AO出身 他拿著這份公務員 的話 在以前的時代 有什麼下場 大家都審知聰明 但以後的公務員 可能真的要識寫這些字眼才行 其實張師長 如果他不看稿 可否提出這些字眼 這個大家都心裡有數 但他真正值得我們去賞識的 不是說 你如何在三百五十隻字裡 去講二十次的中國共產黨 國家人民等等 而是除了這樣的行文之外 內容 都是深具中國特色的 也有很多隱喻 如果我們仔細讀的話 每一句都好像可以解釋到一些東西 但又好像不明白什麼 又好像沒有說 又好像說了 這些就是很高深的藝術 我們看到這三百五十隻字裡 除了用了這麼多次中共等等之外 還有十大重點 值得我們在一個語文的角度去學習 我們可以逐一看一看 譬如他說 中國共產黨為十四億中國人民 帶來安全感 獲得感獲幸福感 我不知道有多少香港朋友 會用過這些名詞去作文 獲得感 幸福感 這些是有特色的字眼 那什麼叫做幸福感 這些這麼奇怪的文化 其實意思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十四億中國人民 是有幸福感 就不等於有幸福 兩件事 正如你說中國是有民主成分 和民主是兩件事 既然是國情 我相信司長寫得出來 幸福感就會知道和幸福有什麼不同 那什麼叫做獲得感 這就更加有趣了 如果張司長可以用人話 告訴別人什麼叫做獲得感 那這個字平時怎麼用呢 我們可以嘗試做這個 譬如說假定我們把中國共產黨 我們把中國共產黨借代 變成林鄭月娥 而十四億中國人民 借代了張建宗 那我們就可以明白 應該什麼叫獲得感 如果說林鄭月娥為張建宗司長 帶來獲得感 那可能會有一點 我們看第三點 這個名詞也是新時代我們很需要學習的 就是中國共產黨 帶領人民劈波斬朗 劈波斬朗這個四字詞 是很形象化的 很像武俠小說那些字眼 你要劈下去 斬下去 當然這四字詞其實不是以前我們常用的 其實中國共產黨是經常 近十年才是用的 以前我們經常用的就是披荊斬擊 你可以說披荊斬擊和劈波斬朗 都是一個系列的 但是想清楚又有些不同的 你披荊斬擊和劈波斬朗 你都可以斬 但是波浪這個東西 你為什麼要劈下去 斬下去呢 其實是不普通的 譬如武俠小說很多武功 你想清楚那些名字好像很豪邁 好像很厲害 好像很厲害 但是其實是不知道什麼來的 劈波斬朗 劈波斬朗 劈落落怎麼斬呢 當然這是比喻 但是為什麼他不用披荊斬擊 而用這個擺得明是比喻的劈波斬朗 當然是有原因 翻查近年中共用這個詞 通常都是在釣魚台 或是在台灣 劈波斬朗的要以人和比喻才會很清晰 就是說現在排著晚難 怎樣也要劈波斬朗 還是要修復這個釣魚台 對台灣的劈波斬朗 還是要組織統一 海上的畫面 和這些島 大島 小島 才可以形象化 在一起 這就是為何這個詞 會近十年經常使用 張師長是這樣的大字 當然是令人鼓舞 第四點 這是用了排比句的 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這是師長這麼說 但是這個三起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想清楚 我不知道他所指的具體 哪一年中國人民 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其實你之前那一年又怎樣 我們不要深究這些細節 其實在中國人民未三起來的時候 香港人根據這個標準 都已經是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 那是不是香港人民的 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都跟中國共產黨無關呢 其實如果跟中國共產黨無關 那香港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又是甚麼人造成的呢 那為什麼現在又好像不好提的呢 那這個可能也要問回師長 我相信他剛剛做官的時候 香港人已經是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 但是那時候他會怎樣說這個歷史呢 不知道 我們又看看 中國共產黨是洗澀了百年前中國民不聊生 長期執藥及被西方列強侵略的頹豐及屈辱 那今年是2021年 八年前是1921年 那這一百年之後 中國最民不聊生的時代 當然你可以說是八年抗戰 但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其實根據這一刻 還存在官方的定性 都是一場浩劫 我不知道是否要翻案 但是你看看 中共官方的黨史 都是定了性 文革是一場浩劫 說到現在還沒回來 那就是當時都是民不聊生的 這樣又算不算是這句說話裡面 包含的內容呢 那如果是本身 有些其他人造成中國民不聊生 中國共產黨又會造成一些 那其實你是怎樣去計算這條數呢 有時候當然不能討論 因為你說你多於 避免 本身也是違反國安法 又不愛國 總之又照收 總之我們看到就是這樣寫 不要想 不要問 下一點 明顯地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今天的中國 則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明顯地就是英文文化的開頭 但是如果這樣用的話 當然明顯地有原因 例如此地無銀 但是重點就是這句說話 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今天的中國 這句說話是永遠不會錯的 因為你可以隨便文化上 借代了 即我們不說政治 文化上 你可以借代共產黨 做任何一個項目 因為這是一個宇宙的表現 今天的中國 如果這一刻 中國境內的一切 少了任何一樣東西 一個物體 物理上 就已經不是今天的中國 例如說 如果缺少了張建宗的存在 那就是說 沒有了張建宗 就不是今天的中國 這個物理上是對的 是吧 這就是事實 所以沒有共產黨 沒有今天的中國 沒有中國的八個民主黨派 都可以沒有今天的中國 那其實 這是宇宙的表現 那當然是不爭的事實 怎麼爭呢 是不爭的 OK 那就是說了 對了 女人 媽媽是 下一句 中國共產黨指示為人民謀幸福 為中國民族謀復興 為人類謀和平與發展 其實謀和平這個組合也是有些奇怪 但不要緊 我們都要背這些 但這句是 那個 巧妙在哪裏呢 之前那幾句 司長的說話 就是歌頌中國共產黨的公公偉籍 這是屬於他以第一人稱 去陳述他認知的事實 無論那個事實 大家是否認同都好 以上這幾句 突然之間 文化上是不風一轉 張司長突然之間 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言人 如果不是外人 是不會知道一個黨或一個組織 是否有此字 是否有此字 應該是自己人才這樣說 那麽其成轉合 其實是一個出句的宣言 你出什麼句 大家都可以感覺到 下一點 中國共產黨是憲法規定的領導者 是一個量製的創立者和維護者 這句話 其實一定不會錯的 我們想清楚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因為司長中用了一個修辭學的省略 這個藝術 全句我們這樣就會明白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多色領導的 全國人大所制定的憲法 所規定的領導者 你制定的憲法 然後他制定你 你制定的憲法 然後他規定你領導者 這是一個循民論政 沒錯 那也是中國共產多色領導的 全國人大定義的一國兩制創立者和維護者 中國共產黨是管理這個政權 然後他定義了一國兩制 你當然會暢立他和擁護他 任何人 你覺得他不對 那就違反一國兩制 這種就是一個 很有中國特色的定義 例如說 大家可以爭取民主 但是中國定義的民主 不好意思是人民民主專政 大家爭取法治 但是不好意思 中國所定義的法治 就是依法治國 正如納粹、屠殺、猶太人 都是有他們的依法規矩 正如現在這樣 一國兩制全世界定義都是錯的 因為是中國共產黨 定義香港的一國兩制 那有什麼可能這個黨可以違反一國兩制呢 因為就是自己定義的 那這種就是整句說話的真題 當然我們平時如果作文這樣做到理解 就很有問題 作文去定義一個法規也很有問題 但是現在我們新時代是要學習 這些就是我們現在需要知道的中國的邏輯 再看看一句 一國兩制是國家偉大開創性求賞 原船是從實際出發 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 好像說了很多東西 實際情況出發 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 那是什麼呢 我們想清楚 這句說話 無論你是形容哪一刻中國對香港的政策 無論你是形容哪一刻中國對任何國家的政策 無論你是形容哪一刻中國對某個內部地方的政策 都是不會錯的 就好像無論你是周恩來當時說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 還是當時政協主席李瑞環說香港的紫紫茶茶壺論 還是到以前中聯辦黃主任說中國不是實行一黨專政 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多黨合作制書一黨專政是毅命題 到了現在的樂主任又說 叫囂打到一黨專政的就是敵人 不論如何說 肯定是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 亦都肯定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 所以其實這些說話很簡單 就是百搭的 你任何一個時空 擺出來 其實你是否可以混合和配合 他在說的 context 是什麼 不可以的 這樣才是官話 而思長就明白到奧妙 所以顯示到他有做功課 最後我們要欣賞這一句 相信是整篇文章最有血有肉和感情的一句說話 就是思長說 令我深刻的感受和啟迪 這一句是很誇張的 比起前後那些九次中國共產黨 十一次國家人民 這一句是很誇張的 亦可以感覺到他有些感覺 令我深刻的感受和啟迪 如果有一天思長在一些私人場合 可以不看稿 不帶助手 特別是現在新的那批助手 然後即興說這堆說話 特別是要由他親口說 這九次的中國共產黨 什麼次的祖國 人民 民族等等 還有這個真的要聽他親口 用他的口說 劈球斬狼 那個氣勢 我相信是他一輩子都沒有說過 如果他不用看稿 也可以這樣說出來的話 他的整個進化才是完成的 如果他不用看稿 也可以說出這番官畫的英文版 而他以前是用英文的 這個才是人上人 可能可以升職 那些文章可以怎樣譯回英文呢 一篇這麼有自衛 這麼有內涵的官文 字字珠基 不需要整篇譯 只譯了頭的350個字 都是給我們學習 也可以用來教英國文學 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以後定義出來的英文 全世界都是不同的 這個也是獨家 香港還可以拿到全世界英文最好的榮涵 比上這個個人的求之欲 還有一些好奇心 也是所謂知之不倦的表現 就是我們終生學習 令我嘗試去找找這篇文章的詩長寫得這麼好 是不是應該有英文版的呢 於是我又回到他的網誌那裡看了 按英文的按鈕 果然是沒有英文版的 未免是令我們很失望的 所以現在就呼籲詩長寫一篇這麼好的泛文 不應該這麼論質的 英文也是這麼好 什麼時候可以把整篇文章翻譯做英文 親自朗讀一次 給我們這些沒有見過世音的人開眼界呢 謝謝大家